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直到几个月前几乎要抱着睡觉 只要出现一点点声响 孩子就会惊醒然后开始哭 就算已经睡着 半夜突然醒来大哭找妈妈 也是天天在发生的 直到最近她才发现两个儿子 似乎都已经过了前面时期 只要睡着就不太容易醒来 让她有空可以和蔡阿嘎看场电影 会和朋友们出门夜唱 好不容易重新找回生活平衡的礼貝 也感谢蔡阿嘎一路以来的陪伴 不过她也很珍惜两个儿子在身边的日子 因为孩子就能打很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